日前排完族金曲歌手阿豹在脸书上贴文指出 去年制作的原住民族语专辑在进行申请国际标准录音录影资料代码的程序时 在有声出版类的选项当中 有台语流行专辑、课语流行专辑的分类 但就是没有原住民语流行专辑 因此只好选择了其他类别来做申请 不想时隔一年后依然没有新增原住民语相关的类别 而立法委员赖平渝在得资此事后 以立刻语教育部以及国家图书馆反映 并表示自2018年国家语言发展反通过之后 台湾各种语言都应该一律平等 不该受歧视或限制 因为以前没有这个选项的时候 申请的都是选其他类 那我们已经在上个礼拜 已经增加了原住民流行音乐专辑的这个选项 阿豹也表示近年来在本土语言音乐的补助 原住民族影音补助的扶植下 原住民与影音作品只会越来越多 而国际标准录音录影资料代码 作为国际间通用的资料识别码 就像是有声作品的身份证号码一样 可以协助有声产品资讯的交换 传播及管理 同时也保护著作全人的权利 终于从现在开始 原住民语的有声作品正式有了自己的类别 另外国家图书馆也表示 之前以其他类别申请ISRC代码的原住民语有声作品 现在也可以向国家图书馆提出申请修正分类 因为其他类很大 如果里面有原住民音乐类的希望想要去做修正的话 可以跟我们联络 把清单给我们 由ISRC中心这边来后台 来直接帮忙做修改 不管是用email用电话都可以的 国家图书馆也表示 新增原住民语流行专辑的选项 就是为了呼应国家多元文化的精神 促进国家语言的传承和发展 若有任何需要改善的部分 随时都可以向国家图书馆提出建议 也是新闻 我们到这里台北市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